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个做法引起了整个美国人的反 相当大多的美国人的反对了 因为这是所有人都明白发生了什么 司法部在为拜登家族服务 为拜登家族服务 完全成为了贵族家的 比如说出现了红二代 这个国家为红二代服务已经这种故事了 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司法体系当中 这是司法部这么做的 但是它最终的结果要通过法庭来决定 所以它要出庭的 出庭的 出庭的日子已经被确定了是7月26号 但比较有趣的就是说 而法官是有权推翻这一份认罪协议的 这个法官就是要负责审理亨特拜登的法官 是川普任命的 是川普任命的联邦法官 所以最终会怎么样 还不知道 但是确实司法部把自己给放了 司法部把自己放了 那这个加兰 加兰现在没有在国内 加兰可能去了瑞士是瑞典 所以被记者追问到有过亨特拜登的事情 加兰很爽 说这事不关我事 是卫斯干的 所以几乎所有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精英基本是这样的 靠威胁 靠网络背后的一切 委派了一些人去做任何事情 而被委派的人将扛雷 就出了问题都是你的 你看看在中国的社会中 你看看我们生活的环境 基本上都是这样 所以没有 那这样的做法 它的特点就是责任分清 责任分清是绝无好人 遍地都是邪恶 我跟说法可能都不太一样 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责任分清表面起来都是对的 依法治国能不对吗 依法治国能不对吗 那你今天川普让什么冤呢 都是这个 对不对 哪国家他也没有上来先把脑袋砍了 不都说的依法治国吗 中共不是也叫依法治国 所以这词就这么回事了 那我们就看这故事了 这个故事就这么出来的 7月26号 亨特拜登要在特拉华州 叫威尔顿的家乡进行听证 就法庭听证 预计将被判缓刑 但是呢 人们受到这个 就这个说法 受到整个舆论的压力 那而正是因为受到舆论压力 所以有更多人希望呢 这个亨特遭到严惩 就是法官要主持正义 对不对 检察官不地道 那法官怎么办 美国地方检察官叫尼拉卡 是川普任命的 而他任命他呢 却来自于特拉华州的两名 民主党的参议员的意见选出的 所以26号星期三上午10点 进行听证 听证认罪证明 这故事这里头就来了 就是他是川普任命的 但是呢 他是来自于民主党的推荐 所以其实对川普很多来讲 对川普来讲 川普只是一个走过场的 因为那些参议员 要向他提出理由 为什么任命他 对不对 所以也就在川普的年代 并没有说 把所有这种认证机会 全都转向共和党 拼除民主党 他没有 所以这里 这个法官就这么来的 这么来的 有道理相信 他的背景应该是民主党人 但是呢 又是川普任命的 那如果美国的法律 要按照民主党 共和党这么区分的话 那就是完蛋了 但说句心里话就是完蛋 所以目前不清楚 亨特是否会被判刑 那是否会安排出庭 面对正式审判 而犯罪协议遭到了很多的批评 就这份协议 认为呢 他们希望法官能够废除这份协议 这认罪协议是检察官被告之间的 斩定协议 必须要经过法官批准 否则他没有任何法律地位 这是华盛顿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系教授 讲的 法官显然对谁 可以在听证会上有发言权 和可以说多少话 拥有绝对的处置权 我以为这是在纽约邮报登 我以为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法官看到这个case 跟他整个调查罪行的时候 法官有的是他自己的判断 对吧 你检察官是有责任 有责任 把整个事件的真实一面呈现给我 但你建议的一切 和你想退 你退不出去 对吧 你建议的一切 我可以参考 但针对罪名 我有我独立的判断 你是法官嘛 对不对 法官不能听检察官的 而是法官主持一切 如果负责任的国会议员 告诉法官 目前还有更多的证据 确凿的案件 表现出亨特拜登 参与了更多的罪行 以及与大人物 有着更加严重的罪行的话 相信这些罪行 可能迎来更大 更严重的惩罚 包括监禁 如果不太可能的话 法官这个时候 如果是这样 就不会接受这份协议 至少要推迟它 要等着更多的咨询拿出来 这话什么意思呢 这话的意思就是 其实亨特拜登 在遭受了巨大的压力的可能 这个压力来自于 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跟司法委员会 来自于美国众议院 现在拿到的 与亨特拜登家族相关的 所有咨询 钱财的网络资讯 那是美国众议院 监督委员会的主席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 如果他们把这份报告 和相关所有东西 资料就可以公开的 转给主审的法官 法官必须面对这些 因为他是来自于美国立法机构 美国联邦立法机构 最高的司法核心小组 就是司法委员会 监督委员会 同样是他核心小组 那在这样一个 完全对口 我们讲对口 你是法官吗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有银行 有着银行对账单 有着相应的 叫什么 1032号 他的 司法部的文件 证明 拜登是惯犯 而且是全家一起惯犯 那他至于说 有关偷税漏税 是他故意的 仗势欺人的 那这个事就这么回事 因为 其实法官有着另外一面 必须考虑的东西就是 如果他把亨特拜登 就是接受这一份 甜心计划的话 那亨特拜登后面最后 正在过程中 正在过程的 遭到美国 众议院的完全接底的调查 最后不得不判监入议 甚至包括拜登总统 不得不出现被弹劾 那法官的判决的一切 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就知道 所以法官是有这种压力 这个压力将 这个压力本身直接关系到 这个法官未来的试图 因为他会 在美国的司法系统中 会审理每一个人 判决的案子 永远留在那里 然后这里面就谈到 魏斯跟这个亨特拜登之间的 故事 这个这个协议了 然后呢 就谈到了 有关税收跟枪支的问题 一般都会被 判监入狱的 而亨特拜登 甚至没有被指控洗钱 毒品 有关外国 叫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 这个违规 而所有这些都是拥有证据 证据都在他的电脑盘上 这就是问题 对吧 这是法官将如何 所以反过来就是讲说 法官将决定 美国 美国今天的美国现行制度 现行司法制度衰败的程度 衰败成 这个判决 这里再讲了魏斯的故事 那魏斯基本就那么回事了 又讲了川普 拜登家族里赚钱的故事 这些都是陈旧的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就是美国最后这一下 我们看有没有 那也就是反过来看 拜登是否那么幸运 还是美国更加幸运 不知道 7月26号